今天晚上的政壇震撼但是彰化仙議長的謝典玲 他現在宣布說自己要退出國民黨囉 所以呢黨內其實很擔心會引爆藍軍的跳船潮 紛紛要溫情喊話一下 比方說呢像是國民黨文傳會主委呢林寬玉 他就說了希望這一些都可以從常記憶呀 似乎很擔心挺郭派如果身世不斷的壯大 而其實您看到呢政治評論員李正浩呢也分析 如果說呢郭台銘呢下定決心他真的要選到底 那麼將會重擊到的就是侯友宜還有柯文哲 唯一的活路是什麼是好好的跟郭董談整合啊 侯友宜動算 友宜友宜動算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訪日第一站 先來到東京媽祖廟含個動算提升士氣 但謝典玲出走讓自己臉上三條線 彰化議長謝典玲退黨聲明書已經送到黨中央 也在臉書發文還說情感上 沒辦法再跟國民黨並肩作戰 但這句話被發現跟四年前郭台銘退黨聲明的開頭一模一樣 而郭台銘也在留言區寫下黨籍不在但黨魂永存 兩人一大一唱不打模糊仗了 騎手勢要吹響進軍2024攻擊號角 尊重令人遺憾 我會堅定自己的步伐 勇者無懼繼續往前走 希望能夠有一些挽回的餘地了 不過我想我們今天還是尊重謝議長 那對於他決定退黨我們也表示惋惜 黨內紛紛喊話要謝典玲冷靜 就怕從第一張骨牌傾倒掀起藍軍跳船潮 挺郭派第一個退黨的南投議長何勝峰說 天平已經傾斜 蕭基也會被迫選邊站 而政治評論員李政浩也分析 郭台銘下定決心參選 除了劍指侯友宜也會重傷柯文哲 唯一的活路是坐下來跟郭台銘談整合 對民進黨來說更是短多長空 如果郭台銘成為菲律共主 將宣告2024進入割喉戰 我們也衷心的相信郭台銘董事長 他一直以來所說的團結 所說的共同努力 這一部分都是真的 國民黨狂打彎情牌要力挽狂瀾 就怕郭台銘心意已決 為玄戰投入更多變數 記者綜合報導